歡迎光臨 你好… 你好, Eva 你好, Eva 是, 進來吧 Rady剛打電話給我 Rady告訴你? 是, 他跟我說 前天華董在美國心臟病發進了醫院 聽說他的情況挺嚴重 所以我特地告訴你 這件事應該不是華董做的 你可放心 而且Ada已經查過 昨晚你點錯我上 目標不是你, 跟你沒有關係? 那就好了 接著打算怎麼樣? 我不會回去 最多叫朋友幫我把東西寄回來 其實之前香港有一間報館找過我 想出一個重案背後的專欄 想我用法律的角度 去解構一些香港軍動一時的案件 聽說挺吸引 是, 我也很有興趣 所以打算聯絡他們, 跟他們合作一下 這次幸好有你在這裡, 謝謝你 最重要是你沒事 要不要吃點東西? 昨晚睡得不太好, 沒什麼胃口 不過你還想吃, 我可以陪你嗎? 怎麼睡得不好, 沒什麼胃口 連手也有拉鍊也不吃? 是否因為看到Eva和我 和文敏拍的照片 和那張結婚戒指的心目就很舒服? 我真的覺得你像一盞多波段燈 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也看清清楚楚 既然你這麼聰明, 應該看穿Eva現在 怎麼想的? 其實Eva一個人人在異地 又發生這麼多事 想有個依靠, 有個學家 有這種想法也不足為奇 那你又怎麼想? 我不會去想, 我只想帶你去吃點東西 吃什麼? 定心圓 兩位, 你好, 有什麼可以幫你? 我想看看戒指 想選什麼款式?是否送給別人的? 送給這位小姐 對, 送給女朋友的最好選鑽石格子 兩位可以先去那邊坐坐 我選幾隻款給你們看看 謝謝 鑽石代表永恆, 而且又矜貴 送給女朋友代表你對她的愛恆久不變 很有意義 鑽石是由99.95%的順碳 和多種微量元素組成的 還需要在攝氏的2800度 和壓力每平方英寸 150萬磅的環境之下才會產生 之後還要經歷地層變動, 火山爆發 鑽石蒸體才會釋出地層表面 過程可以是六千萬年至三十二億年之間 所以的確很矜貴 我曾經解剖那個女生 把那顆鑽石傷在自己的肚臍上 當我發現她在屍體的時候 她的身體已經全部腐爛 聽說那顆鑽石是她未婚部送給她的 不過殺死她的兇手, 也是她未婚部 你不相信愛是有永恆? 我只不過等這個女生 與人不熟的Joey慘而已 不過我相信我眼光 我應該會有一段永恆的愛情 我這顆定心軟, 看法挺有用的 這個意義不是在乎鑽石的大小 或者多小 我想這幾款鑽石太多了 有沒有簡單一點的? 麻煩你看看吧 爺爺, 小心 萌萌, 回來啦? 是呀, 吃東西吧, 要佔出爐的 什麼東西? 老婆餅 媽媽說你很喜歡吃老婆餅 為什麼不吃?爺爺 我就不吃了 不要緊, 遲些再吃 我今天也買了很多東西 先拿進廚房 我先拿進廚房 文文, 今天去過哪裡來? 媽媽帶了我去大澳 然後進了新界 去這麼多地方? 媽媽說要去大澳買蝦糕給爸爸吃 又要去新界買老婆餅給你們吃 然後還去了銅鑼灣買優格雪糕給我吃 爺爺, 你吃吧, 老婆餅很香的 老婆? 沒什麼都明白, 我不會中計的 爺爺, 你中什麼計? 沒有, 對了, 你也去了大半天 不累嗎?快點進去睡一會兒 吃飯叫你 我很累, 不過我不睏 今天我很開心 媽媽經常陪著我聊天 乘車的時候又說故事給我聽 又和我玩遊戲 我真的沒想過這麼開心 好了…你也要進去洗手、洗臉 換個衣服 老婆, 喝料是多香 馨叔, 我帶了一回沖浩龍的 冬頂烏龍給你 我記得你說過送老婆餅 開胃燒制就最適合的 我不口渴 興叔, 你在不正面上 你喝了我這杯茶 我是誠心誠意給你的 上次法定的事 我一直沒有認真跟你說過對不起 希望你今天可以喝了這杯茶 原諒我 那陳年舊事, 看你幹什麼呢? 人有時候就是會瞎了 什麼都看不到, 只看到自己 從來都是為了自己 完全沒有理會其他人的感受 我以前真的錯得很交關 我竟然這樣對你 竟然捨得文文和葛東就這樣就走了 你知道就好了 我真的知道錯了 我可不可以再叫你一聲老爺嗎? 你怎麼搞這種事? 我知道我以前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有你這麼好的老爺 和這麼好的老公, 我都不懂得珍惜 老爺, 你大人有大量 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知道你是一個通情達理 心地善良的人, 我… 真意, 你不用說 你還謹謹依懷上次的事 好, 這杯茶我喝了它 不過你想叫我老爺 想有這個家, 對不起 不是我作主, 我也幫不了你 不相差, 吃完這個餅 爺爺, 你吃了?好不好吃? 文文這麼晚拿回來給我吃, 家豬好吃 喝茶? 不行 爸 飯上來嗎? 是呀 文文, 今天媽媽和我去整天街 還買了很多食物 有蝦膏, 有老婆餅, 還有乳酪 這麼開心? 不如你坐下和爺爺一起吃老婆餅吧 文文, 爹爺剛才回來 你讓他回房換件衣服吧 是呀, 爹爺專家吃 是媽媽, 是爹爺 那傢伙你快要吃瑜伽 還要我拿給你, 幫你拿得好嗎? 我沒所謂 謝謝 吃 這件水衣不是在美國買給你嗎? 你還有穿嗎? 是呀, 質地很好, 穿得很舒服 那次我還買了一件唐中衣給老婆 他不知多開心 還在客廳打光伏 是呀, 我也記得 其實有時候有些東西 文文過了多久也好, 還會很記得 因為人最想記住開心的東西 最想繼續開心下去 你說得對 有些東西過了多久也還會記得 除了開心的回憶 還有些不開心的回憶 不開心的回憶 不是應該不記得嗎? 不記得不代表沒有發生過 有些東西可以刪除 開心和不開心都可以刪除 從頭遞返, 從頭再來過 要不要這樣做 好, 就視乎你願不願意 有些事情可以刪除 不是肉洗衣粉洗乾淨,就是完全乾淨 或者我用法證的角度打個比喻 肉眼看不到的污漬,不代表沒有污漬 就算污漬洗不掉又怎麼樣? 衣服質地好,穿得你舒服 你是不會介意那小小的污漬的 已經不是介意和不介意的問題 問題在我身上 我知道我坐得很交關 我還要從一個小粉絲走去學人做偶像 但你就當讓這個小粉絲發一次白人夢 再一次離家出走,好嗎? 這個小粉絲現在夢醒了 他很想回家 一杯Yoga溶了,你放回雪櫃 放回以前一樣也沒用 因為裡面已經變了質,不可以再吃 不可以這麼任性 如果沒有Mandy 你會不會再幫我任性多一次? 你記不記得我們大家答應過 一起努力維繫我們的關係 但你說你已經盡力了 但無法努力,當時沒有Mandy存在 其實當時你已經做了驗證 你已經有了答案 你在美國不開心是因為授餘的問題 但你離開這裡 走出的決定是完全沒有錯的 如果你還當我是偶像 是我的小粉絲的話,相信我一次 你根本不需要回來這裡 有你自己的世界 有你自己的世界 一無聊成有得看啦 還有很多精彩的片段等著你 記得Subscribe MyTVB USA的官方頻道 就不怕錯過任何最新Upload的片段啦